288 宣布財經新聞,次季恐爐年來首破七 2015年7月15日要文社評A02內地今日將公布包括第二季 國內生產總值在內的若干經濟數據 彭博調查顯示,市場預測次季為6.8% 是2009年第一季以來首次跌破7%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表示 今年GDP補七很難,下半年投資增長需提速 且又必要繼續降準對抗通縮 中信銀行、國際、首席經濟師鳥群預料 下半年財政政策、貨幣政策進一步放鬆 GDP將企穩 繼首季 惡年增長7%後 彭博綜合39名經濟學家預測 次季增速介乎6.5%至7.4% 預測中值及均值為6.8% 低於政府全年經濟增長目標7% 澳新銀行估計,次季及全年年增幅均為6.8% 其中第三季升至7% 末季降至6.6% 劉麗剛表示,首五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按年增長11.4% 遠低於政府15%的目標,下半年必須加速投資增長 他又說,不排除GDP跌穿7%後 人民銀行狠快會宣布降準 相信此舉既有助穩定股市 又將為實體經濟提供必要的流動性 尤其是首季GDP平減指數以6負值 激須對抗通縮風險 尿群預計,次季GDP增長6.9% 下半年期穩回升 全年可望補7 他又估計年內人行會再減息一次25個基點 降準兩次,各50個基點 並調割財政赤字目標 以促進基礎設施投資 全年固定資產投資料增長14.5% 出口對增長貢獻有限上述兩位經濟師均認為 出口對下半年GDP增長貢獻有限 經濟三頭馬車 投資、消費、出口、中、動力主要來自投資 而一帶一路、互聯網家等改革紅利的釋放 尚需救場試日,接受彭博調查的經濟師 環預測,6月內地工業增加值抗年升6.1% 消費品零售瓦抗年升10.2% 全年固定資產投資旅計案年增加11.2% 邀文次貴恐六年來首破七 賀摩 感谢观看